欢迎您继续收看华人世界 接下来的华人故事板块 我们继续来了解美籍华裔画家孔百姬的艺术人生 孔百姬可以说是中国较早一批到美国发展的画家了 不过孔百姬在美国比起其他的华人画家来说 走得更加艰难 因为孔百姬在上海画的敦煌系列并不被西方的画坛接受 想要在美国获得认可 他必须重新开创一种题材和画风 让更多的西方观众接受 那么他是如何找到自己的新的艺术方向的呢 对于一名画家来说 一幅画就是一个故事 就是自己一段人生的记忆 站在自己二十多年前画的一幅作品前面 美籍华裔画家孔百姬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 自己刚到美国的情景 苏后是在美哈顿的下层 一个几条街组成了一个区域 我第一次去看我镇静 为什么 有一千多家画廊 每一条街上都是画廊 各种各样的画廊 也有美国画廊 也有国外的画廊 然后看到两边零星道上 很多人走来走去 都是艺术家 非洲来的 亚洲来的 欧洲来的 美洲的 各种各样的艺术家 手里都拿着画 在那个街上流窜 来来回回地走 为什么 他们都在寻找一个 他认为合适的 人家也能接受它的一个画廊 这幅画不仅描绘了 孔白基对美国画廊繁荣的感慨 也包含了 他希望融入西方画坛的一种憧憬 1986年 为了和远嫁到美国的女儿团聚 孔白基一家移民美国 刚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全家住在纽约 在来美国之前 孔白基一直以画敦煌的佛像画为主 可是这种题材 并不为美国的画坛接受 因此 出到美国的时候 已经年过半百的孔白基 面临的实际难题就是 自己的画卖不出去 没办法赚钱养家 可是乐观的孔白基 并没有被现实压倒 那我年轻的时候你想 抗日战争五岁开始 后来我们也好日子过 从五岁开始一直到 一直到后来文革什么什么 你说没停止过呀 所以到了美国我们也不怕 就打工打了半年左右 实际上孔白基在美国没有打过一天工 打工赚钱 维持家里开销的众人 一直是由孔白基的妻子来承担的 孔白基的妻子曾经是上海的一名教师 到了美国之后 为了支持丈夫的美术事业 她不辞辛苦地在一家洗衣店打工 我一开始第一件工作我就找 我就帮人家带小孩 因为我对学生对孩子有感情 但带小孩这个事情不稳定 因为家长也有流动的 后来我就到那个台湾人办 开那个洗衣店去工作了 他们那个时候 我做什么工作呢 其实这个工作最吃力的 就是把衣服拿来洗干净的衣服拿来脱水和烘干 脱水就是要把湿的衣服放到那个机器里头去 烘干呢就是冬天还可以 在夏天的时候 你想烘干那个机器打开的时候 温度就是有一很热的一百多度 在妻子的支持下 孔白基在美国认真钻研油画技法 并且开拓题材写声描绘美国的风光 像这个就是我的附近的一个像农庄一样的一个地方 都是森林 后面都是树 老百姓并不很多住在那里 但是我发现这个小的店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它对当地的人的生活非常方便 你看而且它一点都不夸张 也没有招牌 也没有口号 也没有广告 人们很自然的兴趣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我也感觉到生活 这个真是和谐的生活 所以我要先坐下来 把这个小店画下来 和许多西方的油画家不同的是 孔白基画油画的材料并不是油彩 而是用油画棒 这种油画棒看起来好像小学生用的蜡笔 但是完全不同 是油彩凝固后加工成画笔的形状 因此 孔白基创作的风景油画也叫固体油画 与孔白基有着40年有益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陈谢军 一直关注着孔白基的固体油画 那么油画棒应该说在西方 也是不是新玩意儿 但是我可以实实在地告诉大家 就是今天西方关于油画棒的创作 它的实践 它的理论 它的教学 还是非常有限 那么孔先生它的贡献呢 它关键就是把油画棒用活了 要没说这个技法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就是你这个很硬的蜡笔一样的东西 上去以后这个颜色如何来调和呢 那没必要办法 就是用手指在画面上揉和 如果碰到这个天气干燥 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材料很硬 可以 就是可以把你这个手指都磨出血泡 然后削出来了 然后就换 用这个地方 用这个地方再揉 这个地方有齿泡了 这个地方有齿泡了 然后这样磨 就是把你两个手都磨出来了 有血泡 慢慢慢慢地你体会到 怎么样的揉 才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它的画的成就 不是叔叔坍坍得来的 它为什么有油画棒画画 因为这个是它得到的油画材料最便宜的一种 你理解了没有 它买不起油画 买不起其他的颜料 这个像蜡笔一样的油画棒很便宜 所以它拿这个东西画画 它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想不到它画得那么好 它专业出了怎么的油画棒的技法 其实在空白机到了美国半年之后 它就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创作资金 原来一家收购过空白机 金黄作品的日本画廊在美国找到了它 并且提出继续经营红白机的作品 他说我们有个日本的一个企业家 想和你合作找到你了 对吧 我们想经营你的画 而且非常好 他说你在美国的生活你不要担心了 我每年给你多少钱 十万美元 他每年至少给你十万 那么我的生活问题一直都解决 1987年就能拿到十万美元的年薪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 足够支撑日常的创作开支了 可是空白机仍然坚持 用最简单便宜的油画棒来进行创作 这与他个人早年间养成的情节习惯 有很大的关系 他有时候带那个小女去画画 那个时候非常艰苦啊 小孩小嘛 他让他画一个对象 画了从早上后来到晚上 画了好几张回去的时候 走了一里多路了 他说你画在那个核子 乐笔的核子那一个画棒 小孩拿出来 他说你掉了一只乐笔 有个小孩小呀 他掉了地上他不晓了 孔老师就讲那我们一定要回去捡回来 不捡回来明天这个颜色没有来 那个小姑娘又哭了 但是没办法呀 跟他爸爸再走回去 把这一只油画棒捡回来 然后现在看起来 你这个爸爸怎么这样子的残酷对象 其实那个时候他一定要这样子做 通过不断的创作和摸索 孔百姬终于开创了一种 不同于敦煌佛像画的艺术风格 他创作的固体油画 也逐渐被美国画坛认可 甚至美国芝加哥博物馆 都找到孔百姬 永久收藏了他的一幅作品 许多大学也邀请他去讲学 每月有个大学 他们就请我去 到他们大学去讲学 开三浪会 在大学的美术馆开三浪会 就说89年 很快的哈佛大学 请我直到哈佛大学 开三浪会讲学 我在美国开始活动了 除了固体油画 孔百姬还不断创新 用中国的宣纸和西方的油彩结合 创作出了一大批纸上油画的作品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中国山水画的神域 而且还兼有油画色彩艳丽 丰富多样的特点 这个一幅画叫月光圆眼 这是我在我家看出去的山坡 近的园林的石头树等等 当然还有月亮傍晚的色彩 你看就是我这个湿吊 当然就是西洋画的内涵 很讲究的 沈阳下面傍晚的月亮刚刚上来 这种黄昏的味道 但是我在造型上面 这个山也好 这个树也好 石头也好 比较朦胧 混然一挺 这个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山水画 很写意的 这个而且这个沿丝好像互相渗透的这种感觉 这个很明显的受到中国的山水画的印象 我们中国怎么讲呢 就是它从风景里头 它表现实际上一种心境 一种心情 这个是最重要的 行不重要 行 行 山像不像山 草地像不像草地 树像不像 已经不重了 我认为这个东方西方结合非常对 石器山 孔柏基早年创作的敦煌系列 都属于宣纸油画系列的作品 孔柏基很早就开始探索 中西方绘画技术融合与创新的道路 中西方绘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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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特别的 就是它的特别 就是它的透明性 它的协议性 对吧 那么我拿油画材料 画在这个上头 第一 在色彩上 我取得了优势 因为油画颜料很硬 很硬 它很生硬的 它不融合 但是我画在这个圈子上 它可以融合起来 它可以互相融化 这个效果不算达不到的 那么在纸上画画 我也画了几十年 很多技法 很多表现的形式 是我摸索出来的 积累起来的 如今 红白鸡的敦煌系列 和固体油画系列 给它在海外 带来很高的声誉 可是 它并没有停止 自己创作的脚步 每天仍然坚持画画 因为它认为 画到生命最后一刻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希望我就是在画画的时候 不知不觉地 你看这个世界最好 真的 从孔百姬的身上 我们看到一位华人老艺术家 探索艺术的道路 以及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正是这样不懈的努力 孔百姬才获得了今天的成就 成为年轻一代学习的榜样 好 华人世界 我们的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这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